日陈严格 规划 阵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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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阵弗 疾 阵弗 阵弗 劉克勒斯這邊反而被逼了一個位置 或是加利奧進場 劉克勒斯這邊能走嗎 劉克勒斯這邊能走嗎 沒有被操控的 劉克勒斯這邊比較安全的一個距離 加利奧這邊繼續一個登場 甚至差了一點 不能可能一個盾 那這樣的話劉克勒斯成功了一個逃脫 兩邊的中間也都是比較溫和的 是 這波如果八條有大的話 那可能可以聚集一下一個沒有閃現的加利奧 如果波拉薩 然後直接更正面的開 我不硬打但是有一個勝的支援 前面如果落地以後 腳閃現一個一閃 那同時被頂起 劉克勒斯這邊依舊還沒有上 劉克勒斯這邊幫忙了X賽 打了一套QW 但是莉克勒斯這邊的狀態還非常好 那後續的控制技能已經焦光 彭洛勒斯這邊也沒有機會 繼續的追擊 是用著自己的綠攻之 看一下上路 莉克勒斯有沒有機會來跟嫂子 再做一個單打 嫂子繳了一個閃現回頭 利用自己的一個自然之握回頭 帶打一個Q技能 但是被剩的一個被動擋住了這波傷害 地圖所有的對手都在下半部的時候 他想要來拿這個峽谷先鋒在馬塔瑞亞這邊 也是意識到位 趕緊過來想要來騷擾一下對方 拿這個先鋒之野 PROGO已經先過來做支援 選擇先打大樹 大樹一個大樹技能 想要躲的是PROGO的一個Q技能 但是回頭被杜朗桃 露朗霧都給嘲諷到了 嫂子的血量已經不是很安全 最後一個 被英雄登場的一個余波直接給震死 而且峽谷先鋒怎麼被拉到這裡來了 峽谷先鋒不甘寂寞 不甘寂寞 但是拉得太遠回家了 對 前面全部是出一點攻擊屬性的一個裝備 而且他也不從下路又來到了紅BUFF區域 而且後方是有一個SLO在跑線 這一波KLG 地圖搭起來了 SLO賽起來了 風龍就丟得不虧 是 PROGO應該過來了 但是它是一個挖掘機 已經第一聽到了對面 但是它不知道人數 這時候才看到對方有三個人 沒有想到一個雷克薩很難走掉 那這樣的話雷克薩堅死 FASIC還想接入不團嗎 那雷克薩這邊舉下了一個GP 這個下午前鋒 那瓦克薩給成功打下 是的 這波是買一送一 雷克薩堅 瓦克薩堅 現在可以正面五打五 九頭這邊的話只有閃現 相較一個E技能 架梁一個大招這樣打起來了 小炮這邊覺得很危險 但沒什麼傷害打他 被嘲諷出了 剩也接一個嘲諷 雙嘲諷 瑞克薩還有血量瓦裡 在旁邊看見一個大招 SLO在正面 小炮先把瑞克薩變形 但是發掉了一個大招 逼出了前排兩個閃現 但是後排這邊 掃子進場 已經先把招接著九頭給收掉 再一個W 就近年到瑞克薩堅 收到SLO 小炮這邊還可以再跳嗎 沒有前排 已經全部人撤退了 但是這一波 可以轉手大龍了 芬瑞克重人 血線非常健康 那這樣的話 KLG這波大龍 感覺很難去爭奪 這對上我們所說的 芬瑞克現在打團的話 雙C成形 傷害確實高 而且這一波的話 雖然開到了小炮 但是自己唯一的輸出點 霞是不在場的 是的 上蹤也輸出確實不夠高 但是KLG三個人過來 想要來拼拼看 大龍是已經被 被雷克賽給拿下來 但是正面 什麼發條的傷害 直接把對方的VIX 俠給擊殺了 那這樣子已經完全沒有輸出 只能看到PoloCo 一個人打四個人 但是有非常的坦度 又有怎麼樣 沒有傷害啊 後續 瑞克瑞亞這邊 連下了Campus 聖這邊想要來打一個 單人擊殺 就是Campus 給了自己一個護盾以後 反手 也是把瑞克瑞亞的聖給擊殺掉了 而且經濟的話 雙C的一個人頭 都拿到了不少 這一波 小炮這邊雖然位置很危險 但是俠這邊趕不過來 兩三個肉端子 打一個小炮 打太久了還沒死 是 瑞克勒身上有什麼 有屏障 有瘋女給他的盾 有瘋女給他的一口治療 還有發條的盾 這所有的保護 讓瑞克勒沒有死亡 然後在後面順利的 開啟他的火箭跳躍 代表要九頭 那這一波的這個兵線 KR就這邊要發掉了 是 大叔看到機不可施 直接開大過來 家裡要反手一個大招 但是好像被中斷掉了 被末斷的自然出貨給握住 家裡要並沒有進場 正面救贖臺了五個人的一個血量 但是Plovo這邊也還非常的弱 第一個突然護盾 後面打出了一個倒溝 這邊KR有機會反打嗎 正面瑞克勒身進場的一個上岸很高 但是現在這邊也給了VIX一個護盾 收藍在前面彈出了一個出去 瑞克勒是繼續再輸出 先收掉了一個家裡要 已經KILL SPRING 繼續往前壓制 沒有兵線 這一波雖然KR好像看到了一次機會 但KR這邊閃電過去想要殺掉VIX 最後是瑞克勒打出了一個大招 KR以後正面又是控制住了馬達利亞 一個堅持擋中的非常多一個數據 最後被CAS一顆球給砸死腳棒跳到了 KILLY變成一個小動物 這邊球中只有一個Q技能 沒有機會把他架回潛水 瑞克勒還在捏人 最後Q詳細一波了 VIX最後的一波 從拿下大龍 拿下兩路二塔以後回家整補一波 乾淨俐落 26分鐘半的時候結束了KLG 保持他們的不敗精神 八條這邊還要把球砸在SLO身上 最後的一個爆炸火花 差一點點要把球這裡面的SLO給砸死 與此同時 VIX擠垮了KLG的一個基地 也拿來這場比賽 我們恭喜來自於歐洲戰區的FONATIC 恭喜 對於他們來說的話 這一盤真的是一個教科書版的一個打太極 拖到了自己一個強勢其中 果斷的五打五爆團 完全沒有給KLG反映的時間 是 我必須說 剛剛小產那一波分析 當然這是馬後炮 但是我們必須說 以結果論來說 那個時間點 開了那波團是壓倒 整個就是KLG功愧一愧 全部就在那一波全部送光了 就KLG在被開的時候 離場的一個指揮 確實選擇來說的話 在匆忙之中 選了一個非常抱險的決定 是 我們的掌聲送給來自於 歐洲戰區第三集的FONATIC 同時也是要感謝KLG 在今天這場比賽對上FONATIC 他們展現出他們的運營實力 是 好 那我們再次的恭喜FONATIC 在今天的最後一場正賽裡面 FONATIC還要迎戰的是越南的隊伍YG 我們期待這一場的比賽 好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呢 很想知道Sauce知不知道他在中国有一个别称叫做嫂子 so do you know the nickname of your Sauce like Sauce's sister-in-law in Chinese yeah I guess people in China call me I don't know how you pronounce it but sister-in-law so I think it's just pretty funny and it's a cool future for us to have on our shirts coming here so I think it's just a cool thing to do 他知道大家可能叫他的这个别称叫嫂子 他觉得这个名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所以觉得这应该也是大家对他一个非常喜爱的称号 那下一个问题很想知道因为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舞台 不知道他们在刚刚的那一局非常难过的前期比赛 因为前期可能打到非常艰难的比赛当中 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so come to the biggest stage of the League of Legends so what do you feel nervous when facing such a tough early game in the past game well the early didn't go so well obviously I think they had a lot of tools to do things with their champions so we just had to stall eventually get to teamfight 5 versus 5 and yeah it was a bit tough but I knew that we could do it if opponents were a bit stronger then it would be probably much harder but in the end it was ok 其实我们前期确实打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们拖到了后面可以打团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对手可能更强一些的话 会对我们来说会更加的艰难 但是幸好我们最终是成功的 能够克服前期一个非常艰难的前期的游戏 所以到后来呢可能战胜了他们 那下一个问题同样也想知道 现在目前为止嫂子呢 在她的这一个对线当中 是怎么样觉得自己的状态如何 所以好呀 如果您是否觉得您在现在预备的身体 在你的前期的立场上 就像你 现在我们说的 我的经济一试 最好有代表 能够在场上 我认识你 我对我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技术层面的事情都是非常自信的 我也是很相信自己的能力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训练赛以及在台上的对手当中呢 可能并没有遇到大部分的一些顶尖的上单 所以说我还不能确定自己在世界赛的表现到底是如何 自己的状态到底如何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也想问到 因为现在呢Fanatic已经掌握到了 他们能够进入到入围赛淘汰赛阶段的主动权 那接下来他们认为他们的挑战者将会是谁 so now you are just like sitting in the drive seat right now for the secure the knockoff stage so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next challenge for you guys um well besides the main teams or like the favorites I think if we play a best of five against um eventually lion will be the most difficult ones I mean from what we've seen they are playing pretty good so I think eventually lion 除去了其他的一些比较非常主流的赛区的顶尖的战队 比如说这一次进入到我们入围赛淘汰赛阶段的一号种子的队伍呢 我觉得Lion Gaming是我们觉得目前为止 可能会找到的对手当中比较难对付的 因为在B5当中我觉得他们应该实力非常的强劲 所以这也是希望Fanatic在之后的入围赛淘汰赛的阶段呢 可以表现出他们的风采 OK 恭喜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比赛 等到各位让我们一同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